Hello大家好,如今现在科技发展迅速,而最能体现时代与科技发展的或许只有电子产品最有大表性了 今天小编就来说一说手机,手机可以说是现在每一个人必备的东西,不可或缺的东西 手机可可可以说是化时代的产品了,从很久以前还没有手机的时候,大家通过联络就是用传呼机 慢慢的有了大疙瘩和电话,最后大疙瘩又慢慢发展出了最亲手的电话 当时都叫小灵通,说到小灵通就获得不提一个牌子,那就是诺基亚 在当时诺基亚是手机帝国了,可以说是,但是因为诺基亚的不断创新,所以导致这个帝国坍塌 也就到了21世纪,慢慢10年以后,智能手机开始普及,慢慢再发展到如今的网上银行,网上公务,以及现在流行的手机支付 可以说这个东西改变了我们的生活,互联网改变了整个世界 而今天要说的是一款全透明手机,这款手机放在那里不仔细看,很有可能都看不到的 这款手机通体只有5毫米,支持一切网络功能,无限充电 非常之霸的一个产品的眼望区,由于通体透明,所以可以一眼看到所有的明镜 那么它是怎么承向的呢,它是透过辣米技术来承向的 整块屏幕就有辣米排料来制作而成 可以说是非常高科技的,而且是我活创造出来的 这就是今天的推车呢,喜欢的朋友们欢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在下一次再见吧